加倍會北北台FTX 新興破散 現在團出國內 也有過六十萬的島主任 是催眠人可以求勝 警官會表示說 高院北台是一個緊張 不是緊張過血準 適理 甚至是鑑毒管理的機關 無法可以管 財政部就說 如果是說有新報索得 依照規定可以立步損失 專業第一大加倍會北 教育所FTX 第二 拜最終算不破散 電台收入到主委賓獎的錢 全部獲幼器 繼續了解 台灣差不多五十萬的受害者 因為環路錢拿不回來 開始串連造成主救費 又出來說明 雖然FTX一九回創辦前佛瑞德強調的 升值 不過他一百六十億美金的 財產帶到全部都歸零 FTX也該提款共鄰 國境是用後不賺各種資金 存一個漢頭 搭載人的錢 一時就都起了之後如何救上 金管會表示 FTX 交易本台 在經貨並不是金管會 效準色力 這就是甘土管理的機構 上官交易 上品 也就是經貨提供無法可管 不過會不會切關注 國際上官主管機關 對這事看法加處理方式 過來陸書表示 經濟美國破產法規定 這款人要主動向發揮 做這款申報 後少爭人參加非常分配 就是跟他們講說 我也是債權人 那未來剛剛講的 如果重整的方案 許可通過實行的話 如果比方說資產拍賣等等 有剩餘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債權人就可能拿到 今天對這事看財政博表示 公司的貨頭 如果有這個祝賂 因為FTX 破產 未必是能依照規定人類損失 對個人來說 加密會北交易損失 是屬於海外 再三交易損失 能在新部相機稅河時 加工那裡的海外 再三交易所得能開口地 記者綜合報道